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谈一谈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这种跨国收养的指导原则 关于跨国收养 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5年 它制定了一个关于收养裁定之管辖权准据法及承认公约 1965年的这个关于收养裁定的管辖准据法跟承认公约 它因为年代比较早 签署的国家并不多 所以在这个1993年又这个新制定了一个关于跨国收养的儿童保护纪合作公约 这个关于跨国收养之儿童保护纪合作公约 它是在联合国1989年所制定的这个儿童权利公约之后 那因为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它只是一些原理原则性的规定 那为了要这个详细的这个实践 这个儿童权利公约上面所规定的原理原则 就必须要有这个另外有一个仔细的详细的规定 并且去实现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的这个跨国性的这种公约 那这个就是1993年的关于跨国收养的儿童保护纪合作公约 这个关于跨国收养的儿童保护纪合作公约 有相当多的国家批准了这个公约 这个只要上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的网站找到这个公约 就可以去查到有世界上多数的国家批准了这个公约 那这个公约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太具细名移的去针对这个公约 所规定的具体条文一个一个来做说明 但是这个1993年的海牙收养公约呢 它有一些原理原则倒是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跨国收养制度 它的原则性的一些参考 例如第一个 这个公约它要求这个跨国的收养家庭 它必须是充满幸福爱和谅解的家庭环境 所以要跨国去收养子女去当人家的养父母 你必须要充满爱心 而且要能要有谅解的这种特质 那所经营的家庭环境要充满了幸福爱跟谅解 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外国的被收养的这个儿童子女 在比较健全的环境之下长大 第二个要确保儿童能够受到照顾 我们之前讲过例子就是会由外国的养父母来收养 通常是因为他在原生家庭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健全的成长的环境 那所以呢必须要脱离原生家庭 我想就一般正常合理的情形来讲 子女脱离父母来生活 特别是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但是因为不得已的情形 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 她是犯罪的家庭 她有吸毒的环境 或者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可能是卫生 对不起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比如未婚妈妈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她年龄上还没有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 但是因为被爱情冲昏了头 所以就怀孕把小孩生下来 但是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健全的环境来成长 所以这种跨国收养 就是在确保这个被收养的儿童 能够受到比原生家庭更健全 更完善的照顾 这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跨国收养必须要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 所以这个收养制度乃至于跨国收养制度 都是符合现在国际社会上 那亲子法的最主流的这个法律价值跟精神 就是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中心 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所以如果并不符合这个儿童的最佳利益的话 那例外的跨国收养就不让他给成立 第四个建立完善的收养制度 这个是指这些公约的成员国 你本身在国内的法律跟社会制度上面 就要建立完善的配套措施 要有完善的收养制度 除了让收养能够容易成立以外 那是不是还有事后的一些监督 社工人员的这个探访 这个可以确保 那收养子女以后 他们所生活的环境 是否都符合前面我们所讲的123的这个原则 所以呢 第五个是以子女为中心的这个收养制度 而不是以父母的利益为中心的收养制度 例如我们的国内就有一个案例 兄弟姐妹之间 那因为哥哥嫂嫂欣下五子 所以呢 弟弟就要把他的这个第三个或第四个子女 这个让他的哥哥来收养 那让他的哥哥来收养 这样子才有后代 结果呢 我们的法院呢 就驳回 不赞成这个收养的成立 那因为他的理由就是因为 就是他的哥哥膝下五子女 为了让他有后 所以把弟弟的这个小孩 这个让哥哥来收养 那这种例子的话 很显然就是以父母为中心 而不是以子女为中心 所以我们的法院就不准 这是一个妥当的例子 以上呢 这个是跨国收养 国际公约 在制定具体的法规的最高指导原则的五项原则 说明如上 谢谢各位